吴老师最近有几家银行出现了一个存款的问题 你能评价一下对银行业的影响吗 第一个呢 我不太方便直接回答这个事 因为这个事呢 如果说的不当 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麻烦 它是个金融机构 不过呢 我可以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2018年 我是在东北 协助一家民营企业 做一个资产管理的工作 什么叫资产管理呢 就是说这家民营企业呢 参股了一家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还不小 所谓村镇银行反正都是些小地方的银行 但是存款在当地吸取 贷款也只能在当地发放 叫取之于当地 用之于当地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大金融平台工作的人 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工作经验 在有些基层领域还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 其实呢 中国有些银行的资金管理 并不是那么的严谨 有的时候 可能就会通过类似于像什么华融啊 你有印象吗 就是那个赖小明 后来不是被枪毙的那个赖小明 那个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反正有好多故事 使得什么呢 我故事我也不方便讲 只能说 穷地方的钱啊 留不住钱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好 没有好的用的地方 往往是越穷的地方 越留不住钱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至于会 到底会如何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金融机构的事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说在中国的基层的金融的地方 我特别希望加强监管 钱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在账上 实实在在的在贷款上 否则呀 不知道会怎么样 各位多理解啊 我在公开场合不方便聊过多关于河南这个事 因为我不知道内情 我只能说 确实我知道一些东北的一些银行 这个在三四年前的 因为很简单嘛 你看华融 中国最大的这个 这个最便宜的资金供给者 对吧 谁是中国最便宜的资金供给者 华融 曾经的华融 钱满地都是 特别便宜 而且他特别便宜 就有个特点什么呢 当年的华融 不害怕任何项目 他敢于接任何项目的裂后 你知道什么叫裂后吗 优先裂后 优先次级 就是要赔先赔他的 要赔 要赚 他赚的最多 对吧 裂后嘛 次次级 对吧 他害怕什么 他钱那么多 任何项目他都买 他都能够把它买过来 知道吗 就能理解吧 这个很好理解啊 就是说 假如我有全世界 最便宜的资金来源 我可以接中国任何的项目 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们不懂金融 你懂这句话就懂了 假如我拥有全世界资金 最便宜的资金来源 我可以 我可以接中国任何的资管项目 最终我挣到最多的钱 因为我资金最便宜 巴菲特之所以 能够这么长期的挣钱 他有保险公司啊 他有保险的服存金啊 当我把钱交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也不会把钱吃了 都发在账上 长期投资啊 每年都有现金流啊 所以巴菲特用里面的资金 做长期的蓝筹股投资 终于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股票炒家 他是大散户炒起来的 就炒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大散户 好几百亿美金 对吧 对吧 好